人潮源源不絕 頂著大太陽也要進場 看卷AI趨勢 待業畢業生 或是響卷職的 都想到真材博覽會參與角 目前的話是那個 系統平端的 雲端的 在找軟體工程師的 今天人真的很多 今天來部場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那個 跟那個電子資訊有關的 所以就挑今天來這樣 因為我跟雲端主要 還在台灣 不少求職者手奔的攤位 就是AI的相關科技業 這一次包括廣達 偉創 埃斯摩爾等科技大廠 全都來搶人才 根據人力銀行統計 六月工作機會數 已經飆升到一百一十四點四萬個 改寫歷史新高 和AI相關的工作機會 就有二點九萬個 理工科技相對受到青睞 但也有百分之五十三 不限科技 百分之十一 限定文科生 不論是開發AI或是使用AI 人人有機會搭上 因為薪水比一般工作 還要多出百分之十五 AI就是因為 NVIDIA 黃仁勳的旋風 想說往這方面的直覺試試看 畢竟就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也是希望可以 有機會可以在這個產業這樣發展 我想提醒大家 你如何讓自己提早適應AI 讓它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AI浪潮雷襲 科技業老闆也鼓勵年輕人要多學習 也將從中搶工AI人才 三十一級為莫果花張宣恕 特別常見到